这次大选正所谓一场选举三党觉醒 我们请特报主播郑凯中告诉我们 2014大选民进党赖清德胜选 那副手萧美琴扮演了助攻角色 竞选过程展现他的国际观 以及接地气的个性 协助性中间跟年轻选票 那政治明星光环展露无遗 萧沛胜选之后 萧美琴持续的积蓄实力 被视为是在野党往后竞逐大位的潜在对手之一 说副手萧美琴未来的政治行情看涨 那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组阁人选也备受瞩目 像是陈其迈 陈其迈这次呢 复选高雄市的立委呢 挥出了全雷打 展现更上一层楼的实力 那为赖清德操刀政策白皮书的郑立军 他发展空间也是被看好的 另外还有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那行政院副院长郑文彩身经百战 潘某安跟卓荣泰呢 则是在这一次的大选担任 辅选要角下一步动箭观瞻 这次败选呢 国民党侯康落败 但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是全台跑透透 那累积不少的政治资本 还在本命区台中 南瓜了六席立委 垫地了中霸天的角色 展现问鼎2028总统大位的能量 另外呢 也被来源寄予厚望的 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蒋万这次呢 全台浮选 展现出高人气 那相较于即将市长 借满的卢秀燕 蒋万眼前首要任务 是在2026年顺利的连任 不过他的政治行情 也是持续看涨的 至于这次第三名的柯文哲 虽然是以369万多票入败 但是呢 又超过两成六的得票实力 奠定叫板蓝绿的政坛关键地位 那尤其侯友宜这次连任之后落跑 那他本命区新北市 其实也选得不好 这也让新北市出身 那有高人气的黄国昌 就被民众党内视为前例股 极有插其新北市长一搏的机会 那以及同样将会进到立法院的黄珊珊 前年参选台北市长拜北 但他撑住了基本盘 2026年再战台北市长的几率相当大的 等于说双黄两人未来很有可能会进攻双北市长 二人若此的大选落幕 但是蓝绿白三正已选后新局 才正要开始